上一週呢 談到的是這個探春秋爽災中的各種布置 包括它的這個很個人化的器物 那麼這個個人化的器物呢 我想要跟各位再多說一點 就是有關這個慶 白玉 筆木慶 跟這個小錘的關係 那小錘的部分呢 我們上次有提到過 很明顯他很鮮明的跟他房中其他呢 用大字作為形容詞 或作為名詞的修飾語的這個量詞呢 可以說是很鮮明的對比 那所以呢很明顯這個小錘呢 其實是要來呈現我們探春呢 他不至於像王熙鳳 當他有了這個權力的時候呢 多少有一點愉悅奮濟 那麼我們的知焰哉曾經說過 那麼這個王熙鳳他的異財 他的才能確實比我們可能要高上十倍百倍 但是呢這樣一個大財呢 難免往往呢多少會愉悅 我們既有的這個秩序與規範 所以他就用了一個異財愚道來形容這個王熙鳳 那我想呢這個探春當然跟王熙鳳是非常不一樣的 不要忘記我們很早以前在談這個第五回的人物判詞的時候 就有說明探春跟王熙鳳的相通處跟不相通處在哪裡 相通處是他們都在末世對不對 所以以智氏的乾財來凸顯他們生命最為輝煌的那一面 對不對 但是呢他們兩個之間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就是呢一個是探春 探春是有財然後呢又有智 還記得嗎 才智兼備 但是王熙鳳呢他卻有財而無智 那智當然代表一種理想 而這個理想來自於人格的一種高度 才能夠體現 所以呢王熙鳳在沒有一個智的一個規範跟升華之下 他的異才呢難免就有餘道的這個情況出現 但是我們探春沒有 不要忘記探春是才智精明智智高 這麼一個呢有崇高的這個志向 或者是一個理想性格的人 他非常清楚知道一個人的自我定位 該怎麼樣拿捏才能夠真正來體現個人的尊嚴 所以呢各位請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白與筆木慶的這個器物的設計 其實呢非常耐人尋味 不過很可惜 我們的洪學論述裡面很少注意到這個項目 所以我要特別來跟你們分享 那這個慶字呢我們上週有提到 他比較呈現的是一種所謂的分寸 一種客觀公正的權威 所以他代表律令啦 法度啦 法統啦 這一類基本上呢就是一個很客觀性的一個準則 那麼在這個準則之下呢 探春呢他就是依照這樣的一個準則來行事 來成為他人格特徵上面非常鮮明的一個部分 那麼我覺得最有意思的 就是當他在第55回李家之前 那他基本上呢過的是一個所謂 煙霞 顯骨骼 全食 野生涯的 這樣的一個甜淡自如的生活 絕不強出頭 也絕不呢這個怨天尤人 更不會呢窮酸到整天埋怨懷財不遇 他是一個非常光鋒忌悅的一個人 所以我要順便跟各位補充 這個光鋒忌悅呢 連志宴哉都有很高度的讚美 志宴哉曾經說 全書當中這麼多的驚差只有兩個人 是 事無不可對人言 方性 那麼事無不可對人言 你們就知道這真的是一個 非常光明坦蕩的一個人 那光鋒忌悅沒有陰影 當然也沒有任何扭曲的心靈的黑暗 所以事無不可對人言 請你們注意他下面加了一個方性 兩個字是一個非常美好的品格 那你們知道他說的是哪兩個人嗎 志宴哉說啊 金采裡面只有兩個人 是事無不可對人言 方性啊 其中有一個 當然你們一定猜得到 我們現在在講誰嘛 不就是探存 但是另外一個人 我想你們應該大概都猜得到 那個人大概是 我們的讀者一般比較有共識 不會有好惡那麼樣鮮明差距的一個人物 對 你們猜得很對 就是史襄雲 史襄雲也是一個非常光明雷落的人 所以他從來不會歪心 也不會說歪話 那麼即便很直率 通常揭露的也都是一個 人人所共見所共知的客觀事實 而不會針對個人進行人身攻擊 所以這就是史襄雲雖然很直率 可是他並不會很容易引起 讀者的反感的原因 那所以這個事無不可對人言方性 很有意思 除了我們大家都 一致可以想像得到的史襄雲之外 另外一個竟然就是探存 那我覺得這個觀察跟這個論斷非常精準 那麼我們的探存確實是這樣的性格 只是他不像史襄雲那麼的 有一種小女孩式的坦率 不是 這個人真的是一個大將之才 那麼一個大將之才 絕對不會像小竹子一樣在那邊 玩這個丟沙包什麼之類的 這個小可愛的事情 所以探存真的是一個非常磊落的君子 那麼在這個第55回他離家的時候 我想這個白玉比木慶跟這個小錘的意義 是彰顯的特別淋漓盡致 而這個在他之前沒有權力來施展的時候呢 我們是不容易看到的 所以我真的要告訴你們 要看一個人真正的品質 其實真的就是要看他擁有權力的時候 是什麼樣子 如果當他擁有一點權力 就作威作福 然後就拿槍作勢 那個就叫小人得志 我們就可以看出這個人其實胸量 境界非常的低淺 以至於一點點權力就可以讓他得意忘形 那所以有沒有權力 很容易來考驗出一個人的品質 所以富貴不能贏 貧賤不能贏 這真的都是大君子才能夠達到的 那所以我們之前不是看到有一個人 只不過是坐在王夫人的炕上 然後就拿槍作勢了 有沒有 那就是甲環 所以他很標準 就是一個小人 那我認為呢 除了考驗一個人的品質 是透過他擁有權力的時候 那麼我認為同時之間 還有另外一個可以考驗一個人的品質的 那就是你要注意看他如何對待 身分跟地位比他低下的人 這是哈利波特第某某集 有提到的 就是那個Series那一集有沒有 天狼星那一集 就是說對啊 你們是好朋友啊 你當然對你的好朋友很好啊 所以一群人不就可以沆瀣儀器嗎 然後你就可以聯手來欺負別人 那個人就是Snape對不對 所以他就很生氣 所以你看他們朋友之間真的非常要好 然後甚至對方的孩子 也當做自己的孩子一樣 那你如果只看這個小團體本身 你當然覺得這些人水乳交融 當然都是非常可愛的人 但是真正要看一個人 不是看他怎麼對待他的朋友 當然更不是去看他怎麼對待他的孩子 對不對 他對待孩子很好 這沒有什麼問題 這根本就天經地義 同樣的你對你的朋友很好 這也不一定能夠來作為你人格的判準 因為這些朋友之間 是不是可以黨同伐異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沆瀣儀器對不對 是不是可以構成所謂雍正最討厭的捧檔 對不對 雍正真的非常討厭捧檔 捧檔就是什麼呢 不管南北 不管距離 只要是我自己人通通都是對的 只要不是我自己人通通都是錯的 然後那個凝結力量 已經到了只有立場沒有是非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真的要看一個人 第一個就是看他擁有權力的時候 他是什麼樣子 他是不是會節制他的力量 而不忍去侵犯沒有權力的人 那這個都是我認為考驗一個人人格 可以測試的一個絕佳的良計 所以莎士比亞就曾經說 那當然這是透過那個第一位 以這個動物行為學獲得諾貝爾獎的 這個偉大的這個科學家 也就是康阿德勞倫茲所引述 他說這個莎士比亞有引述到兩句話 一句話我們都可以同意 其中一句我們可以同意 都是說就是有才者虛懷若骨 有才能的人要虛懷若骨 這個當然我們都從小聽到大 有的時候甚至我們真的 甚至覺得有一點點虛偽 其實不是 真正有才能的人一定是非常謙虛 因為他如果不謙虛他不可能有才能 他會變成半瓶水響叮噹 這個是一個很吊詭的一個現象 但是我認為下一句是更重要的 下一句是說有力者有力量的人 當你擁有power的時候 你的胳膊比別人粗 你一拳打下去會讓人家致命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會怎麼樣來看待你自己 那我覺得這句話說得非常好 有力者必須要恥於傷人 請你們要注意 有力的人他根本就是非常容易傷害到別人 對不對 只要稍微狂妄一點 稍微不節制一點 那麼但是有力者他在傷人這件事情 他深深感覺到一種道德上面的 一種這個羞愧 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的君子 那我認為西方人對這些問題 都思考得很多又很深 所以我會非常希望大家也可以多聽一些 那總而言之有力量的人必須要恥於傷人 這個是我們一般社會很少教導 我們的這個人們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要在這邊跟各位分享 所以當你三五成群的時候 那麼人多是不是力量大對不對 那於是你就欺負一個落單的人 然後取笑人家以為樂 這個其實根本不能證明 你們之間的友誼有多麼深厚 那只能夠證明你們不過就是狐朋狗打 了解嗎 所以我舉這個例子只是要來呼應你一下 我們之前所說的就是情文 我還是要提醒你們注意一件事情 他固然對保育非常忠心 那麼有很多很感人的片刻 但是在很多其他的瞬間 他實際上是不是就不以傷人為恥對不對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要客觀認識的 認識一個人 千萬先不要把自己的好物放在第一優先 這會蒙蔽你的眼睛 沒有辦法看到這個人的全面 所以我們把這裡兩句話 作為今天的一個開宗民意的標語 主要是要來檢驗探春 這一個真的是女中君子女中豪傑 他確實通通都做到這些要求 真的是一個高度的君子風範 好 所以在第55回 當他有利的時候請看他做了什麼事 首先他是不是就是改革擊斃對不對 而且請注意是不是都拿他最親近 而且是甲府中最受寵最有權力的人開刀 有沒有注意到他不欺負肉小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重要 真正要做大事的人不是只打蒼蠅 而不敢打老虎 那麼打老虎的人才能夠看出 你是不是真心為國為民 而不只是做作秀 然後騙一些選票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第55回 那這邊就是他剛開始上任 那我不認為他是所謂的星光上任三把火 他絕對不只是為了有一番業績 然後讓人家覺得他沒有吃味素餐 那麼很無聊的人才會這樣去做 才會這樣去想 我們探春不是 他事實上已經觀察很久 他覺得這個家有很多的問題 但是受困於他的女兒身 他沒有施展的權利 所以各位還記得吧 他曾經非常悲憤的說 偏偏他是個女孩兒家 對不對 一句話都沒有他多說的 所以他如果是個男人 他早就走了自有他的一番道理 所以他是受困在這樣一個規格世界裡面 而無所用武之地 你知道他心中累積的悲憤 跟看在眼裡的種種的擔憂 那麼事實上都無所宣洩 那麼現在王夫人給他這樣一個機會 所以當他有了這個位子 有了這個權利的時候 請注意他所作所為基本上都是以法理為優先 這就是我們要從這個白玉比木慶跟小錘 來加以隱身的地方 那各位請你們看一下 尤其這件事情 首先他就受到一個非常嚴苛的挑戰 那麼就是所謂的窩裡反 你們要知道自己人 從背後捅你一刀或者扯你後腿 那大概是最嚴重的傷害 那過於是致命的一擊 可是就看看我們這位探村怎麼樣來處理 這個一般人很難這個處理完善的大事件 因為這個人來勢洶洶拿的是一個血緣的恩惠 那麼要來進行各項的非法 甚至是不合理的要挾 那麼這樣一來我想對很多人 這真的是一個很難以面對的一個難題 但是看看探村怎麼做 我在這邊要提醒你們幾件事情 因為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我們很多同學很多的讀者 對於探村有一些誤解 我認為是因為你沒有 第一個沒有回到他的生命史來看待 第二個你沒有回到他所在的 那個文化社會階級的背景 所以你不知道他的所行所為的合理在哪裡 你就會用我們今天這種小家庭 然後親子關係非常親密的情況底下去理解 那我認為這簡直就是範疇物質的 非常嚴重的權勢暴力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稍微 請各位多思考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把這個情節詳細的 先跟各位做一些補充 那麼這個就是在第55回 那麼在請你們注意 在大概在第855頁 就是第55回一開始的時候 那麼我要希望大家先注意幾件事情 首先當探村被委命 那麼來李家的時候 首先你要注意到他的立場 最大的一個難題在哪裡 那麼除了他的親生母親之外 那個親生母親是一個具體的例子 我們先看他的處境的一個根本情況 那就是在這個855頁的第二段 請看第2行 那麼吳新燈的媳婦進來就回話了 我們這個新官上任 你當然要對他報告一些現在發生的事情 然後請示如何解決 結果他說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姬 注意囉 他們的關係要注意 趙姨娘的兄弟趙國姬昨日死了 那麼昨日回過太太 太太說知道了 那麼叫回姑娘奶奶來 就是說現在當家的人是 就是探村跟李丸你就請他們來這個財事 然後說必便垂首旁視再不言語 你們知道這些行為 其實就隱含什麼樣子的壞心眼嗎 你們因為很不深入到賈府的內部 往往就是讀了幾頁小說 然後就回到我們現實世界了嘛對不對 所以你沒有浸潤到其中 所以不大能夠立刻掌握到 這些行為背後其實都暗藏著若干 我們以這個現代世界來講 不大娘能夠了解的心機 你們認為一個主事的一個管家大娘 他跟你報告一件事情之後就不再說話 這個事情假如你了解紅樓夢 王熙鳳當家時候的那些具體常態 你就會知道他就是有意 第一個測試你現在當家者 是不是有足夠的魄力跟認識力 然後第二個我其實就要來看看 你這個人當家當的如何 那下面就會有很多的其他可能性 所以各位請往下看 那麼接下來彼時回話者不少 所以假家事情真的很多 當家很辛苦 可是大家都安著一個壞心 什麼壞心呢 都打聽他二人辦事如何 若辦得妥當大家就安個什麼畏懼之心 那麼若少有嫌隙不當之處 不但不畏服出二門還要編出許多笑話來取笑 注意到了吧 大家就來看你做得好不好 你做得不好接下來你是不是就很難做了 沒有人會信服你 沒有人會聽你的調度 那時候你根本就孤掌難民 你不要以為你有權力 你就愛怎麼樣揮灑就怎麼揮灑 你錯了 早就在那個Foucault 就是法國一個非常厲害的哲學家 他最重要的一個分析就是告訴你 權力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 像一個麥克風 我拿在手裡 然後我愛怎麼講就怎麼講 我愛怎麼樣做就怎麼做 不是 權力是一個流動的 是在一個相對關係所形成的一種就是關係 這個關係是有權力的人表面上有權力 可是你必須要靠其他人來支持 來承認你有這個權力 然後接受你這個權力的支配 否則這個權力根本是虛設 所以權力它根本不是一個固定有形的東西 然後誰掌握誰就可以為所欲為 不是的權力根本就是一種相對關係 而相對關係當然就要看雙方或多方 彼此的一種協調跟配合 所以你們以為皇帝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要你死你不敢不死 原則上好像是這樣啦 但實際上並不是 皇帝很辛苦 因為他底下面對的是不是非常多的利益團體 對不對 那你殺了這一個 其他可能就造成很多的困擾 結果到最後就是你會被推翻寶座 所以請看雍正王朝 那個雍正做得多麼的辛苦 有多麼的委屈 那個委屈恐怕比我們平民百姓要來深刻的多 因為他要受更多的氣 他要吞人更多的這一種不堪 而這個真的是我們沒有權力的人恐怕也都不能想像 所以我真的體會這幾年來體會很深的就是 真的每個人都有他的地獄啦 你不走到他的生命史裡面 你真的不知道他在忍受什麼樣的痛苦 所以同樣的道理 你以為探春已經擁有李家的權力 他好像愛怎樣就怎樣 你就大錯特錯 第一步就已經看得很清楚 如果你做得不好 你只能夠當一天啦 接下來的每一天你就會左之右處 知道嗎 沒有人扶你 然後背後呢 不但嘲笑你 甚至很多事情陽奉陰違 結果事情就一定全部搞砸 搞砸之後你這個位置當然就坐不穩 從此之後你也聲名狼藉 這個都是很嚴重的問題 好 個人生命狼藉對探春來講也許無關緊要 最重要的是這個家的事情 是不是就會進入到混亂對不對 這個是他不願意去導致的一個困境 所以他剛上任他面臨到的問題 就是一定要樹立威信 那什麼叫威信 威信不是你說話聲音大 人家就會聽你的耶 威信是你要做的讓人家心服口服 知道嗎 那什麼叫心服口服 就是你絕對不能偏思 你一定要公道 這樣一來才能夠服眾人之心 這個是探春首先要面對的問題 好 果然呢 你看下面我們這個無心燈的 他如果是在王熙鳳手下當差辦事 如今遇到趙姨娘的兄弟死了這件事情 他的做法絕對不會是報告完畢 我就在旁邊呢 什麼話都不說看你怎麼辦 他在王熙鳳手下他會怎麼做 請看喔 無心燈的媳婦心中早有主義 若是鳳姐前呢 他就早已獻殷勤 說了許多的主義 好 又查出許多的就例 來任鳳姐而呢 檢責施行 這個一定要按照就例 因為不可以有人有特權 因為人多一有特權 就一定造成很多的不平 很多的不平就會造成人的紛爭 那這個事情就絕對沒有辦法去進行 所以無心燈他非常知道 他作為一個智囊 一個幕僚 那他對於一個決策者 他可以做最多的一個幫助是什麼 所以要注意喔 他事實上是一個幕僚 是一個智囊團 那跟王熙鳳呢 之前是搭配的天衣無縫 所以王熙鳳你以為 他那麼樣子的威風靈靈 八面玲瓏 要不是靠這些人 他事實上一個人也做不來 所以可是問題是現在換了主子啦 我就要來看看你值不值得我效忠啊 你值不值得我為你親其全力 來做你的後盾 所以你看這個是我們 他人村面臨到的第一個重大考驗 而最慘的是呢 這個考驗牽涉到他自己的親生母親 你知道嗎 那怎麼辦呢 那太好啦 大家等著看笑話 你是不是會因為你的親生母親 你的娘家 所謂的娘家 然後做事就有了偏思 如果有偏思 這一下子就天下大亂了 知道嗎 你既然偏談你自己人 其他的當然就可以都不守法啦 對不對 因為你已經失去掉那個公正的天平 公正的天平一旦傾斜 那就是這個世界陷入混亂 好 所以你看如今 注意喔 吳星燈的媳婦 如今他藐視李婉老實 而探春是個青年的姑娘 什麼叫青年的姑娘 為什麼就會被藐視 第一個沒有經驗 好 因為他沒有當家的經驗 所以一般的情況底下 確實這種十幾歲的女孩子 沒有經驗 沒有處理事物的能力 那現在又遇到這麼多複雜的問題 事實上大家心中的親世是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他們確實看錯了探春 探春絕不如他們所想像的那樣的一般的女孩子 那麼加上這個青年的姑娘 她除了年輕沒有經驗之外 恐怕還有一些情況是因為她是個年輕的姑娘 這個我必須多說一點 就是以這個王府的家庭來講 男女之別是很森嚴的一道界線 那麼這個男女之別還再加上一個婚姻的這個分水嶺 換句話說 你有沒有結婚 就決定了有些事情你該知道 你不該知道 懂嗎 那所以你是個青年的姑娘沒有結婚 所以變得有很多家裡面的紛擾的事情 那尤其人到青春期之後不就性成熟嗎 就會開始很多的這些問題 那這種事情就會考驗這個青年姑娘的 某一種道德界線 這個是另當別論啦 這個是另當別論 這裡當然主要是在說你年輕沒有經驗 我就看你怎麼做 你如果做得不好 做得很幼稚 那結果當然下面的人 就當然完全就會失去控制 好啦 所以你看他只說出這句話來 是是他二人有何主見 你看 探春才剛剛上任 立刻就接到這個面臨到這麼一個嚴苛的考驗 好啦 總而言之 那下面我們就不詳細唸 你們要回去自己好好的讀 好 總而言之 那這個探春就叫了這個無心燈回來 然後下面就說 你看他真的是一個非常精明聰慧的女孩子 那麼不容易被蒙蔽 所以要小心 探春這個人眼光非常犀利 而且平常讀書真的是讀到了學問 不流入世俗 所以事是精細 這件事情過後還記不記得王熙鳳說 這個探春因為比他更讀書世字 所以比他更厲害一層 這個是真的 所以學問會讓人更精明 可是絕對不會讓人變得更世俗 所以這點請各位可以參考一下 好 總而言之 下面呢我們就不念了啦好不好 總而言之 那當然無心燈的他根本事情也 因為抱著輕率的心嘛 所以也沒有把事情先查證 然後就說他忘了 家裡面如果有這種事情 過去的往歷是什麼他就竟然忘了 還陪笑說這也不是什麼大事 賞多少誰還敢爭不成 這個話其實真的是在欺負人啦 確實人家不會爭 不過以後你就很難做事 好 人家陽奉陰違什麼什麼的 這個都不是你現在這個天秤 沒有拿準之後 你都要必須要面對的 好 總而言之 探春就說這話胡鬧 依我說賞一百道好 若不按利 請你們注意這幾句話 若不按利 別說你們笑話 明兒呢也很難見你二奶 那什麼叫按利呢 請你們注意 以這種家族歷經三代四代 百年大家族 那麼處理過的呢各式各樣的 階級之間人跟人之間的這些紛爭 生老病死的這些 這個經營的打賞 這個已經非常紛雜 那麼什麼樣的身分 什麼樣的情況該給多少錢 這個事實上就會形成一個 不成文的一個定例 所以這個例子請你們注意 是按照這個家族的禮法跟人情關係 所形成的一種不成文的規矩 所以這個例子基本上 也還是一種客觀公正的判準 懂意思嗎 只是這個判準呢 是依照他們這個家族的運作 然後在人跟人之間慢慢累積形成的 但是呢他確實是一個公共的規範 所以請你們注意案例 這個詞已經隱隱然觸及到一個所謂的法理 只是這個法理背後有一個人情之間 那麼歷經各種調節所形成的一個常態 好 然後呢 所以他說啊 你如果不按理的話 你們就會笑話 貪孫是不是心知肚明對不對 如果這事情做不好 不但你們笑話 我大概也很難向王熙鳳交代 因為畢竟我是代班的 好 我是替他處理事情 沒處理好我當然對他不起 好啦 所以下面就有一堆 好 我們就不再多念 那八百五十六頁開始呢 我們就面臨到一個很嚴重的親子 主要是母子之間的紛爭 而這母子之間的紛爭 他的困擾就是在於 他糾纏的主仆的那個這個癥結 那怎麼說呢 來請各位看一下八百五十六頁 那麼由於呢 吳欣燈就趕快回去查舊帳啦 然後就有提到過啦 說呢 其實呢就應該要給二十兩 好 那麼立刻 有沒有發現趙姻娘就一把眼淚鼻涕的 哭起來跑過來了 你們有沒有發現這個人 怎麼消息那麼靈通有沒有 欸 我不是在開玩笑 我是在提醒你們喔 賈府在五十幾回之後 一直到八十回 事實上作者的敘事的焦點 是不是已經轉移到家族內部的人際紛爭 跟家族的很多經濟的各方面的困擾 請你們注意好幾次重大的人情事故的事件 包括王熙鳳唯一一次公然受辱 而甚至不得不躲起來哭 這個就這麼精明能幹的王熙鳳來講 大概絕無僅有的一次 那另外一個當然是他的先生帶給他的羞辱 好 那不用講 可是除了他的賈蓮帶來的那一次羞辱之外 他唯一的一次公然受辱 而且還不敢當眾發作然後躲起來哭 那一次的事件 是不是就是他的婆婆行夫人所發動 然而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那個過程非常的有趣 這中間訊息的傳播穿針引線的人物 結果最終導致這麼嚴重的後果的人 有一個關鍵 那個關鍵就是一個其實呢 這些事情跟他完全沒有關係 八竿子打不著的一個人 那個人是趙姨娘 很奇怪 跟他沒有關係 可是他就是居中傳播做耳報神 然後呢又口耳相傳 然後於是把事情呢 就把變成一個暴風圈一樣的擴大 結果呢就殺傷力非常驚人 那麼我做過整理 《紅樓夢》裡面有幾次重大的 甚至是到了打群架的地步的這種情況 很嚴重的那種人際的紛擾 你都會發現其中都有一個趙姨娘的影子 而且他通常都發揮那一種關鍵性的 一個連接的一個人物 其實那個訊息傳播話子怎麼樣 謠言不就指於智者嗎 很多事情不要傳 其實事情就會大事畫小事畫無 可是偏偏都是趙姨娘 他就去擴大暴風圈 然後加重他的殺傷力 就形成災難性的毀滅 那我要提醒你們就是 所以好幾次都證明了 趙姨娘他真的是好茶廳 他喜歡到處真的就聽梨茶壁 喜歡到處去聽八卦朗知道嗎 然後蒐集各種訊息 然後他就是變成一個消息靈通的一個 耳報神廣布大官員里外各處的一個 消息靈通之事 可是他的消息靈通並不讓他 因此更有判斷力相反 他常常都是讓事情變本加厲 然後呢往毀滅的方向去發展的一個人物 所以我這次要提醒你們 將來我們會有一個專題 來跟各位分享一下大官員的訊息傳播 跟他們人際關係的那種特殊性 這是我們現代人所不能想像 所以我實在是忍不住要跟你們分享一個感慨 這個感慨是我們總認為 我們今天是在一個比較平等自由的環境 好像呢我們就更懂得尊重別人 也讓每個人都獲得獨立的一個存在的價值 可是呢我引申一下 我發現到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當我們浸潤在紅樓墨裡面 非常這個深入之後呢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真的是感慨萬千 我們這個時代表面是像剛剛我們所說的那樣 而且因為教育普及自由平等的關係 所以資源大家盡量平均分享 所以表面上我們每一個人的素質都提升 可是好奇怪 我的親身經驗跟觀察各方面告訴我 我們這個時代要陷害一個人 比紅樓夢的世界要容易得多 真的 為什麼呢 我思考過一段時間 終於發現其中的關鍵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是一個比較是 個人主義的社會嘛對不對 我們尊重個人的獨立 所以要有隱私互相不侵犯嘛 這當然非常好 可是當我們要陷害別人的時候呢 這卻是一個比紅樓夢呢 更輕易的一個環境條件 怎麼說呢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大家都不熟對不對 那麼來上課上完之後 大家是不是就是做鳥獸扇 不是鳥獸扇不大好 大家就各奔前程 然後呢 所以彼此接觸是不是都是清情連水 對不對 然後彼此我們直接為了尊重對方 所以我們也盡量不侵犯到別人的自我空間 於是我們的了解是不是就很薄弱 對 我們有尊重 但是我們說並都不了解 結果這麼一來呢 當有一群人 我們都很討厭某一個人 我們要陷害他的時候說他的壞話 散布對他不利的消息 是不是其實別人就很容易才信 因為大家都不認識你 都沒有認識到那麼深 於是呢反而謠言 尤其是對人家不利的謠言 更容易擴充 更容易形成他的殺傷力 可是紅樓夢的世界不一樣 紅樓夢的世界是1000個人 是不是一天24小時生活在一起 一年365天生活在一起 你沒有隱私的 你隨時周圍都一群人的 所以你要來蒙騙別人 你要來私藏一些東西 其實是反而更不容易 所以他們因為每天都這麼樣平凡的接觸 所以你要製造別人的壞話 要陷害某一個人 恐怕未必比現在更難 我認為更容易 應該說未必比現在更容易 我認為事實上更 要製造別人的謠言壞話 要陷害一個人 恐怕比我們現在要難得多 應該是比我們現在難得多 那沒有辦法 因為現代人是這樣 只要我聽戲一個說法 然後呢 我當然也不會去查證嘛 對不對 你如何查證 我們要尊重別人啊 那信者恆信 不信者恆不信 我們也沒有機會去檢驗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 我們現在這個社會更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告訴你們 就我現在所掌握到的一些學術上的資訊 大概就是這二三十年來 突然產生一種新的研究的範疇 那就是謠言心理學 他們在研究謠言到底怎麼傳播的 它怎麼產生 它背後是一個什麼樣的心理機制 那大則例如說二次世界大戰 小則茶水之間的八卦傳聞 它到底是怎麼傳播 為什麼它可以這樣的傳播 而這個傳播的後果 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這個是我至少看到西方有 兩三本以上的專書在討論這個問題 而這個現象不是太有趣了嗎 當然一方面是我們現代學術都在多元的 那麼在各個範疇呢 更精密的去發展固然是如此 可是會不會也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也真的都開始感覺到 我們越來越個人主義化的這個時代 結果卻反而變成了謠言傳播的一個溫床 好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我最近的一個體會 來跟你們分享 好啦 所以我們的這位趙姨娘 她訊息非常的靈通 為什麼 因為你只要跟幾個人有一些關係 互相打聽一下 是不是什麼都知道了對不對 所以很快的 她立刻就趕到了現場 因為攸關她的利益 而這利益真的說起來多少錢啊 二十兩 她其實是希望得更多啦 懂嗎 那你要注意啊 死者已矣 那麼打賞越多 那麼多的那些錢其實都到了誰的口袋啊 當然是她的親人嘛 各位仔細想一想 在第二回我們的可憐的曾茵蓮 她的事件引發出來 這個馮淵不是慘遭打死嗎 好 然後有沒有注意到 馮淵她基本上已經沒有親人對不對 只她一個人守著博產過日子 然後遇到了香菱 結果導致她生命的一個重大災難 那麼那一段情節 不曉得你們有沒有仔細看 那段情節說得非常清楚 事實上她的那些所謂的親人去告關 表面上說的是人命關天 講的是一個要講求 什麼是非公道的這樣的一個訴求 可是實際上是什麼呢 只是想要多得燒埋之費 有沒有 就是處理這個喪葬事宜的那些錢 那那些錢沒有用完 是不是就到這些人的口袋對不對 所以後來呢 那件事情會以那樣的一個 什麼糊塗關亂斷 這個亂 葫蘆森亂斷葫蘆案的情況 就是因為大家都各有訴求 這一方面也不是要力求公道 只是要多得一些銀兩 那另一方面呢 剛剛當上新官也不想得罪 榮林這種大家族 所以呢也就草草打發 多許一些銀兩 這個事情是不是就解決 所以各方都有現實算計 沒有誰真的是在追求 什麼人命關天的公道啦 所以同樣的道理 秦文死了之後 她的那一大筆遺產 是不是就是由她的哥哥嫂嫂 給這個獨佔了嘛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中間人情中有勢力 那麼勢力中也可能有人情 這就是人真的是非常複雜的地方 所以請各位來看趙姨娘 她到底在爭什麼 她真的是爭一種所謂的尊嚴嗎 還是其實就只不過就是口袋裡 可以多增加一些錢的這種好處 所以請各位往下看 那麼就是我們八五六頁的最後這一段 忽見趙姨娘進來 李丸探村盲讓座 請你們都要注意這些小小的細節 為什麼要盲讓座 所以實際上趙姨娘 有沒有獲得應有的尊重呢 其實是有的 所以請大家真的要注意 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 趙姨娘的問題 我真的是對她花了一些時間 努力的去思考 盡量放下對她的成見 因為她實在是真的很討人厭 這個是我想這個大家都有共識對不對 不是我個人的成見 好像我找不到她有什麼優點 你們認為她有 你們可不可以告訴我她有什麼優點 我只找到她的一個優點 就是她很漂亮 而且這是推測出來的 而且是合理的推測 想想看如果她不是很漂亮 我幹嘛納你為妾嘛 古人啊這種大戶人家要納妾 而且娶妾基本上的原則就是賢妾美妾 知道嗎 所以要能夠納妾一定要很漂亮 這個是基本的條件 不然她有自虐傾向嗎 我找一個不漂亮的晚上要來把自己嚇醒 所以呢 所以她一定要很漂亮 可是其他人格上面 我真的看不到任何的優點 因此我希望不是我對她的成見 所以這個人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替她說話 我努力的要幫她設想 她到底是不是有委屈有什麼 可是我真的覺得她很多的問題 都是自己招致的一些羞辱 真的是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 所以你看事實上她以姨娘 這種伴主的身分是受到基本的尊重的 所以大家都讓座 那結果你看她一開口就說什麼呢 這屋裡的人都踩下了我的頭去還罷了 姑娘你也想一想該替我出氣才是 那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她看準現在當家的是她的親生女兒 所以她覺得呢你是我的血脈所出 你就應該跟我站在同一陣線 但是她忽略一件事情 她的女兒是姓家 而且她現在是在當家 當家面對的不是你一家一人之私 而是不是公眾的群體 你面對的根本是不同的範疇 可是你看你看 她那個趙怡娘 完全不替她女兒現在的處境來考慮 她一味的就是要來爭取她個人性趙的那份利益 所以呢一面說就一面眼淚鼻涕哭起來 我順便提醒你們一下 《紅樓幕》裡面常常寫到人們哭泣對不對 那林黛玉被寫最多啦 不過她的哭都很優美 沒有問題 即便是什麼眼睛腫的跟核桃大 我們還是覺得好心疼 但是請你們注意 連王熙鳳的哭也非常優美 對 她的第一次哭是在那個秦可卿的喪禮上 那由於王府的喪禮繁文入結 其中有一個儀式就是呢 要由這個領頭的人主記者要在那個臨前放聲大哭 這個時候全家就一起跟著大哭 那個哭聲震天 你們看看那個王府的規矩就知道 可是很有意思的是呢 作者在寫這一段的時候 他說那個王熙鳳哭的時候呢 那個眼淚恰似斷線的珍珠 然後我那時候一看到這句話 心裡想這不是我小學寫作文 學到的比喻嗎 對 因為我們小學學作文都要學各種比喻 然後呢不曉得從哪裡耳濡目染 反正寫到哭就是說 眼淚如斷線的珍珠 你們應該都用過吧 好 所以就變得 曹雪芹用的時候是很有創意 非常優美 結果呢被我們這樣反覆模仿呢 就變成成槍爛掉對不對 這就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好 所以我們王熙鳳的哭是 眼淚如斷線的珍珠 然後呢林大玉的哭我們也不用多做描寫 他不是一哭旁邊的那個七鳥素鴨 他都特愣愣的飛了不忍再聽 因為美人的哭讓人實在是不忍足度 好 那麼但是呢 我提醒你們很好玩的是 有兩個哭很好玩 有一個哭是看得實在是忍峻不住啦 雖然我覺得我們作者 並沒有嘲諷的意思 不過那個比喻實在太好笑 就是那個誰 寶玉挨打的時候 後來是不是驚動賈母對不對 賈母也來了 然後是不是對賈正說了重話對不對 那賈正當然也看到兒子打成這個樣子 他也很後悔 然後王夫人又那麼的傷心 然後又讓母親那麼生氣 他後來其實眼淚也掉下來 不過呢 好像描寫的就是說 他的眼淚如同滾瓜一般的 滾瓜 天啊那也太大顆了吧 好 然後所以你就知道說 欸 我們的草野芹好細膩喔 當他描寫那個美麗的身段風騷的王熙鳳 欸他的眼淚就這麼的優美 但是寫到這個大家長的那種悲憤 然後就用滾瓜 所以這個比喻實在是太有趣了 所以跟你們分享一下 但是 但是 即便如此 整部《紅樓夢》當中呢 描寫人的哭泣 沒有一個人是像趙姨娘如此之不堪 你看眼淚鼻涕天啊 真的是難以阻堵 這個跟林黛玉的不一樣 這個簡直是不堪入目了啦 就眼淚鼻涕這已經是非常低俗 然後非常 簡直就是沒有受教育的 那種香巴佬什麼的那種 很直接的這種反應 所以呢 所以恐怕作者對趙姨娘 也實在是不以為然 所以他塑造他的這個形象就滿不堪的 好 那麼探村就忙到說姨娘這話說誰 我盡不解 誰採姨娘的頭 說出來我替姨娘出氣 確實是嘛 對不對 如果合理 我當然應該要替你撐腰 這也是一個當家者要維護他下面的每一個人 應有的作為 那趙姨娘說姑娘獻才我 我告訴誰去 那麼探村聽說請注意他的反應是什麼 這些細節都要注意 好不好 好 忙站起來說到我並不敢 他為什麼立刻站起來 這當然是一個指控嘛 那尤其這是他的第一個是他的親生母親 第二個他是半主半奴的姨娘 無論如何你都應該要有禮貌 這個禮貌是當他指控你的時候 你作為晚輩要站起來 而且要賠罪 那所以你看他非常的客氣 說我並不敢 請注意 李婉也站起來勸 所有人都站起來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從這些反應 你基本上是該知道的 趙姨娘只要他不做那麼多過分 然後呢 或者是愉悅奮濟 甚至就是自取其辱的行為 事實上他是受到大家的尊重的 好不好 這個請你們稍微注意一下 那當然啦 那趙姨娘就說啦 反正就講了一大堆啊 就是說反正你只給我的兄弟20兩 他就覺得我受到了屈辱啊 所以呢 我就沒有臉啦 然後連你也沒臉啊 這個你當然就是指那個探春 好 但是探春就叫說 原來是為這個請注意這句話 我說我並不敢犯法為理 好不好 所以呢 這邊又有關鍵語詞出來了 原來對探春來說 一切以法理為最優先 最高標準 那麼他的為人形式 基本上就是公正不移 好 所以呢 下面他就一面就做了 然後就拿帳翻給趙姨娘看 他說這個一方面有舊利 就是大家這個家族運作所遵循的常規 那麼這所形成的一個法理 這就是我現在採取這個決策的標準 好 所以下面就講了一堆 我們就不說了啦 所以請看857頁 他說我是按著舊規矩辦 看到了沒有 所以這個利我剛剛就跟你們提醒 他其實就是一種規矩 那規矩就是一種法理 就是大家都要遵守 不應該有人有特權 一有特權大家全部心中不平 那這個群體就會混亂 好 所以下面我們簡單的說啦 那麼我是按著舊規矩辦 如果辦得好 那麼這是太太的恩典 這個是祖宗的恩典 那麼如果說辦得不均 請你們注意均這個自由出來了 這個均就是公平 好 那如果有人說我辦得不公平 那麼是他們糊塗不知福 那也只好憑他抱怨 所以換句話說 有沒有注意到啊 這個法理就是要平均 好 那各位小時候 應該讀過一篇古文 就是來自於史記 叫張氏之執法 有沒有 裡面就有講到嘛 如果你法一清就是天下為之傾斜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你有權利的人 你正在處理眾人之事的時候 你一定要遵守的一個原則 這個是天下之之這個金科玉律 沒有誰可以違反的 一違反你當然你這個刑事的權利就會喪失 所以呢 對於探村來講 如果有人說我這樣是不公 那麼那是他們自己太糊塗 不了解 這個是我沒有辦法負責 所以呢他下面講了一個比較重的話 他說太太如果把房子 連房子都賞給別人 我有什麼有臉 那個不關我的事 如今我只不過是一個代理人 我當然一些形式就是要循規道舉 那麼如果太太一文不少 我也沒什麼沒臉 好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說 簡單說啦 你真的不要針對我 然後要求一些超過法律規矩 而額外的一些特權 這個說實在的 這是完全違反探村的性格 跟他現在的處境 好 然後下面這個我們就跳過去了啦 總而言之 那這段話講得非常的有道理 但是我們這一個李丸實在是 他真的是滿笨的 他真的第一個不了解探村 第二個沒有體諒到探村現在的處境 結果一味的想要來安撫趙姨娘 結果講出來的話剛好就踩到了探村的痛處 我說的是請看倒數第八行 那麼李丸呢 好 沒關係 我們往前好了 那麼前面一路讀下來好了啦 請從前面數過來第七行 那他一面說啦 探村當然很難過 一面不禁滾下淚來 那你們注意一下喔 趙姨娘沒了別話答對 為什麼 什麼叫沒了別話 因為探村說得非常有道理 這講道理就是這樣子嘛 道理是天下都要講得通的嘛 結果所以你看這個人 道理講不過你的時候 他就開始歪纏爛打 死纏爛打 然後在那邊歪纏 他說呢 這個太太疼你 你越發拉扯拉扯我們啊 你只顧討太太的疼就把我們忘了 你看他是不是講拉扯 什麼叫拉扯 知道嗎 拉扯其實呢就是尋思 然後去拉自己的人 就是其實就是用人情然後尋思 然後呢 所以他就認為 既然你現在受到上位者的疼愛 那你就應該也分給自己人一些好處啊 是這樣 那探村就是說我怎麼忘了 我哪有忘了你們 問題是我不忘掉你們 不表示我就要用尋思的方式 懂意思嗎 這是兩回事嘛 所以說你叫我怎麼拉扯 這個也不是什麼拉扯的問題 所以這也問你們個人 哪一個組織不疼出力得用的人 哪一個好人要需要人家來拉扯 意思就是說如果奴才你自己才能高 而且呢你品性好 組織是不是自然就會提拔你 你不需要人家刻意拉扯 你自然就會浮出檯面受到人的重用 這樣懂意思嗎 那麼請注意喔 這邊他已經提出另外一個法理出來了 只是恐怕我們現代講究自由平等的人很難接受 所以也不容易去察覺注意 這邊講到組織 哪一個組織不疼出力得用的人 這裡面已經把這個主仆的階級意識抬出來 可是這對不對呢 當然對 你不能用我們現在的觀念來批評探村 有所謂什麼深刻的階級意識 這太好笑了 他本來就活在階級之中 他沒有階級意識他要什麼 難道他有民主自由的意識嗎 不要用我們現代人的觀念去批評古人 我覺得這真的是非常不負責任的行為 而且顯示我們的無知與傲慢 那古人當然可以說我們沒有教養不是嗎 對不對 這個沒有意義的事情 你要在他的背景底下去理解他 他本來就在階級當中 那麼尤其 我等一下還要給你們補充一些道理 我們對看村真的誤會很深 就是因為我們既不了解過去 我們也不想好好下功夫 然後就一味的用自己的標準 作為普天之下唯一的真理 這個是重大的問題來源 我們下面來看一下 他抬出主子跟奴仆之間的階級關係 請注意其他人事實上是完全同意 因為他們本來就在這樣的一個階級意識之下 那結果這個傻瓜你看他在旁指管勸說 姨娘別生氣 也怨不得姑娘 他滿心理要拉扯 口裡怎麼說得出來 這下子就讓探村不能夠忍耐了知道嗎 因為這樣好像就是說探村是有這個私心的 一講你有這個偏袒尋私的私心 那還得了不就說你不是個君子 你是個小人了嗎 只有小人才會有這種心態啊 小人就是我只管你跟我是不是好朋友 是不是自己人 如果不是愛啊就罵得要死 那如果是自己人怎麼樣都可以都有不得已 我們周邊不是還是很多這樣的人嗎 所以對探村來講這還得了 我做一個君子我心地坦蕩光明 你怎麼可以說我有這種私心 嘴巴不講私底下想做 那這個我們探村當然就不能忍耐了 所以探村立刻就說這大嫂子也糊塗了 我拉扯誰誰家姑娘們拉扯奴才了 他們的好歹你們該知道與我什麼相干 有沒有發現這裡就把他跟趙姨娘趙國姬的血緣關係 把他撇清然後把他回歸 或者是把他轉移到主仆的關係 好那這一點很重要的原因在哪裡呢 我要先跟你們提醒一下 因為下面還有類似的話 我們先把這一段看完好不好 等一下再一起說 那總而言之那趙姨娘氣的就說 誰叫你拉扯別人去 你不當家我也不來問你 你如今說一是一說二是二 如今你舊舅死了 好現在就挑明來說 我認為他是你的血緣上的親舊舅 就是要循著這個血緣關係 我要你多給我們一些 好這已經就挑明來說了啦 那你多給了二三兩銀子二三十兩銀子有什麼關係嘛 意思大概就是這樣我們就不唸了 而且請各位注意喔倒數第三行 他說姑娘放心這也使不著你的銀子 你看看趙姨娘這個人 全部都是在做尋私舞弊的這個思維方式有沒有 探春你給的錢又不是從你口袋出來的 你幹嘛那麼吝嗇 可是他永遠不去想這個事情該不該 適不適當懂嗎 他只覺得只要不是我出錢多給有什麼關係 又不是你出錢你多給有什麼關係 就好像我們現在很多同學也是 燈其實一個就夠了我要按三個燈 反正電費又不是我出 然後呢所以我要浪費就浪費 然後反正別公家的東西不是我出錢 所以就一點都不去節約 這不就是人性之常嗎 可是人性之常就會讓我們墮落成為小人 請看趙姨娘的例子喔 所以他又覺得奇怪了 又不是從你口袋出錢 你幹嘛守得這麼緊 而且我又是你血緣上面的這個親人 你為什麼就不能夠因為這樣多給我們一些 有沒有知道他從頭到尾所採用的思維 通通都不是大公無實行的 那這當然跟我們的探春就完全背道而馳 而且請注意往下看 他說明兒等出了格 我還想你額外照看趙家呢 有沒有注意到 又是以他們的趙家為本位 這個完全就是本位思考 而且完全就是從血緣的這個角度 要來謀取各種的好處 那這種本位思維呢 某個意義來講就使得他跟賈家 就產生一種緊張關係 有沒有注意到 他為什麼要用魔法來作祟王熙鳳跟賈寶玉 就是因為絕了這兩個人 這一份假思不怕不是我皇兒的 有沒有注意到 這第二次我還要講得非常清楚嘛 所以你就會發現好奇怪 固然也許賈家沒有對你非常好 可是如今你算是賈家的一份子對不對 可是他的思維完全不是 他的思維是我跟賈家對立 然後呢我就要把賈家的好處 轉移到我們趙家了解嗎 這種思維是非常奇怪 所以某個意義來講 他們的對立跟緊張關係 是趙姨娘的私心創造出來的 那請注意賈政是不是還有另外一個姨娘 叫周姨娘 始終是不是就很甜淡無欲無爭嘛 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所以我認為我們探春跟趙姨娘的關係 一定要在這個人格特質上面來看 才能找到他們的真正的根源 所以請看啊 然後下面就指控這個探春 所以探春沒聽完已經氣得臉白氣 也抽抽葉葉的一面哭一面問說 誰是我舅舅請注意囉 他就來否認什麼關係 血緣關係 然後呢他說我舅舅年下才生了九省檢點 哪裡又跑出一個舅舅來 這個生了九省檢點的那個舅舅是指誰 就是那個王夫人的兄 應該算王夫人那一邊的嘛 是王夫人的兄弟 就是王熙鳳那一邊 這是他的嫡母 所以請你們注意喔 我到素席按理尊敬 來 理又出來了 好 那麼越發呢 進出這些親戚來了 好 總而言之 既這麼說 好啊 如果說你是我舅舅的話 請注意下面他就挑明了一個事實 實際上你就是我們假家的奴才 所以858頁他說既這麼說 皇兒出去 為什麼趙國姬又站起來又跟他上學 你們知道他在說什麼意思嗎 如果是舅舅就是長輩 長輩應該事實上在晚輩前面 是不是更有威嚴 結果不是 他做侄兒的這個甲環要出去 然後呢趙國姬就要跟 還得站起來服侍他 好 然後跟著他上學 就是在後面服侍他就是一個奴仆啦 了解嗎 所以呢探村只是在告訴你 他根本就是一個奴仆 他的所作所為就是假家的奴仆 那為什麼不拿出舅舅的款來 顯然不是嘛 所以他說何苦來 總而言之下面我們就不多說 請看第三行 幸虧我還明白 但凡糊塗不知理的早就極了 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禮字 第三次出現 好 那所以呢 這個禮字呢當然比法沒有那麼樣的強制性 可是他是一個仿諸四海而皆準的一個共通的道理 所以這個禮字三件 法制一件 規矩什麼都各自一件 整段話統合起來 你會發現探村的訴求 就是大公五私的一個公共的標準 而這個公共標準是什麼呢 來 我們跟各位分享一下 所以他貶低趙國姬為奴仆 請注意你沒得非議他的 因為趙國姬確實本來就是奴仆 好 那麼這個在傳統的封建事件裡面 請你們注意第一件事情 那就是主仆關係他才是真正的 人跟人在那個時代 那個環境裡面人跟人的本質 那麼在這個主仆關係之外 如果因為納妾或什麼的原因 並不改變這個主仆關係的本質 好 所以事實上趙怡娘他事實上還是一個 一個奴仆 所以有一次他跟方官吵架有沒有 方官就用了一個邂逅語來嘲諷他嘛 所以趙怡娘就氣死了 就打起來 那他用什麼邂逅語呢 他說你也別跟我衝什麼怡娘什麼之類的 咱們都是梅香敗靶子 梅香敗靶子 梅香不就是小丫鬟的常見的名字嗎 梅香嘛 然後敗靶子是不是就是結拜姐妹嘛 那什麼叫梅香敗靶子 咱們兩個都是奴仆啦 所以呢 邂逅語的下半段就是都是奴己 懂嗎 都是奴隸啦 了解 所以趙怡娘就氣死了 所以你要注意這本來就是那個時代 這種情況的本質 所以呢 請注意趙怡娘顯然 她是不是有家中的丫鬟 然後被納為妾的 很明顯 不然她的兄弟不會也是在 賈夫裡面當差 懂嗎 那事實上在這個大戶人家也可以是 他們的妾可能有幾個來源 第一個就是家裡面的丫鬟直接收房嘛 那另外一個可能就在外面買嘛 不過那種身分都是很低的啦 這個沒有問題 好 這個是首先請你們注意 所以實際上真正要說來 探村跟趙國基的關係本來就是主仆關係 好 那第二個 請你們注意一件事情 在這樣的一個主仆關係底下呢 請注意喔 這個所謂樸的那一邊 就是妾 好 我想這樣說好了 就是這個妾家的親人 那麼他跟他所 他被收房的那個主子輩的家族 不發生親戚關係 這個已經有好些社會學家 或者是歷史學家的研究都指出這一點 至少有兩三個研究都這麼樣的說明 所以妾家親戚他事實上就不等於 他所偽嫁的那個人家的親戚 所以換句話說 趙國基本來就不是探村的舅舅 因為 對啊 因為趙國基是趙姨娘的親人嘛 可是這個親屬關係 不 不會整個因為這個婚姻關係 而跟另外這一邊發生親 這個同樣的那個姻親關係 那麼換句話說 你們家的人跟我們家人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我不必叫你們家的人 為各種長輩的稱呼 這個呢 請你們要注意確實如此 所以這個原因就在於 因為所謂的妾他是所謂的崩 而不是這個媒碩之言 然後三媒六聘坐花椒進來的 所以他根本上在這個家族 沒有正式的身分 所以妾死了以後 請注意可不可以入寺到 這個家族的祠堂裡面 不行 他根本沒有資格 所以他完全沒有法律地位 既然你這個人都沒有法律地位 你的家屬當然跟我們的家屬 是不發生親戚關係的 所以探村說誰是我舅舅 這個是天經地義的 在那個時代 在他的家族 是這樣沒有錯 所以你沒得好批評他的 尤其請你們注意 在王府家更是如此 好像是溥儀吧 還是溥傑 就是那個末代的愛心絕羅氏 他的各種回憶錄裡面 其中有一段就有提到 就是說他是說他的祖母吧 總而言之是他的祖母還是母親 當然是他們家身分非常高的 最高的一個女性長輩 但是由於他的出身就是妾 而且以至於他們對這個 我忘了 對不起 是母親還是祖母呢 全家都非常畢恭畢敬 就像對賈母一樣 但是他的家屬 他們依然還是得要用 奴仆的態度來對待 換句話說 你遇到這個珍貴的女性長輩的親人 你依然得要做著 你不可以用一個晚輩的姿態來面對他 就是還是要用祖母關係來對待 這個就是他們這種家族運作 本來就是這樣的一個法規 所以請你們要注意 探村完全沒有做錯 探村這麼做 還有一個非常根本的一個 一個微妙的地方 就是說他並不是拿一個階級意識來壓人 不是 相反的 當他在宣稱誰是我舅舅的時候 當他把祖僕關係的這種階級差異 抬出來的時候 請你們注意 他在做的一個背後的一個 一個操作的策略是什麼呢 就是他要用宗法制度來遏制 甚至來頓挫 以及甚至來擋住 這個所謂血緣的勒索 我應該這樣講 就是說宗法制度是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以敵母為唯一正式的母親 其他的呢可以都不算 那所以呢 那更不用說你們的家屬的那個問題 那當他抬出這個宗法制度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要來抵擋趙怡娘 所使出的血緣勒索 瞭解嗎 那這個是非常合法 而且是非常光明正大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常常覺得 人世間的事情很吊詭 怎麼說呢 這個吊詭就在於說 我們總覺得血緣就是最神聖的 因為好像他給你生命 這個就變成一個大如天的一個恩情 結果就導致於我們背負在身上的 一種十字架 但是血緣真的有那麼神聖那麼偉大嗎 那麼看看趙怡娘 他是給他生命沒有錯 可是他愛不愛這個孩子 他有沒有照顧他 他有沒有替他設想 我們是不是只能夠在血緣之外 就不思考別的很多人跟人之間的問題 然後就把這個血緣無限上綱 成為長輩對子女的一種無限的權利的來源 那這個恐怕都是我們可以思考的 固然我們受人之恩 我們的生命來自於那樣的一個創造 所以我們當然是要感恩 可是這個感恩不代表 這個給予生命的人 他就擁有無限的權利 尤其給予生命這句話也要打上銀號 趙怡娘真的可以創造生命嗎 創造生命應該是不是就是宇宙的奧秘 對不對 是不是一個造物主的權能 然後才透過某些生命 來展現這些創造的奇跡 那你能夠說是這個人本身創造生命嗎 我覺得這都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這個我想了很多年 所以我有些話要講 不過我現在已經沒有時間了 總而言之吊詭的是 宗法制度一直被我們現代人所抨擊 覺得那個就是違反人情 把人區分這個尊貴高下 然後以至於讓這個親生的親子之間 反而不能夠正常的 像一家人一樣的成長 如何如何 所以宗法制度就被我們罵死了 尤其男人可以一妻 可以三妻四妾 然後所以構成這麼複雜的家庭 那非常的不人道 我覺得這些批評都沒有錯 都非常正確 所以我們的歷史的走向 如今終於走到 我們尊重每一個人的一個地步 所以這個是算是一個進步 可是這不代表說 我們可以把現在這個觀念 就百分之百的用作 衡量所有人事物的唯一標準 我們還是要回到他的生命史 從個案來看 那麼從個案來看的是 吊詭的在哪裡呢 我們的探村竟然他恰恰好 就是應用了這個宗法制度 反而能夠來抵擋趙怡娘 這種來自於卑微的比例的 一種血顏勒索的最佳理由 這不是讓我們可以重新思考 制度本身到底好還是不好 這恐怕都不是絕對可以來論斷的 所以宗法制度在這裡竟然成為探村 要維繫他的人格 要讓他的這個公正性 他的客觀性不至於傾斜 不至於他要被迫在血緣的情況底下 去尋思 去舞弊 然後去落入到沆瀣一氣的地步的 絕佳理由 這樣懂嗎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當然趙怡娘就無所在這個施展的餘地 所以宗法制度真的太矛盾了 他竟然在這個時候 可以發揮維護探村人格的一種力量 所以這是我希望大家可以來思考的一個問題 好 那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討論到有關這個法律比穆慶 他的這個追求客觀法理 然後他訴求的這個宗法制度 擋住了尋思舞弊的那種小人的血緣勒索 這個是我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然後請大家注意幾個問題 實際上我們這位探村 他就是守住一個君子的陣線 然後不想逾越而毀壞自己的人格 但是他也不至於會像王熙鳳那樣子的 一個所謂的濫權 因此來請大家看一下 看一下 就在這個第62回呢 我們林黛玉對探村的這個領家過程 他有了一個很好的評論 他說啊 這個你們家三姑娘倒是個官人 那麼雖然叫他管些事 倒也一步而不肯多走 差不多的人早就做起威服來了 這是在第62回 所以各位你們想想看 他們都看在眼裡知道 彈春這個人有為有首 那麼他往往是訴求一個超越 個人的一個公共的法理 而不大呢把自己的情感 或者是個人的私利來順透進來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他在那個上任之後啊 所做的幾個改革 首先第一個是不是就是開 像這個王世鳳開刀嘛 第二個是不是就是拿那個賈寶玉做拔子 有沒有 可是賈寶玉私底下 是不是跟他感情是很好的 有沒有 他是不是曾經二十幾回的時候 有脫過寶玉 帶著他所斬價的私房錢 出去買一些有趣的小玩意兒有沒有 然後呢他還回報給寶玉的是說 我就做一些比較精緻的 那個比上次還更精緻的寫給你 有沒有結果那一番話又出了問題 我們是不是同時也一起來看 那一段話呢也是我們探春很罕見 說出呢真的是很重 也可以說真的是蠻極端的這個批評的話 那我們的很多的讀者對他也有一些非議 但是我個人認為那個是不公道的 因為你們會發現探春的這兩次發作 當然對象都是針對他的親生母親 就是他的生母照音量 但是呢情況都是他在遭受到呢 非常不合理的一種侵略 跟一種呢脅迫的時候 他才進行反擊 我認為這個反擊呢 是一個很公正的自我反胃 因為他在二十六頁 教保玉不就說 哎呀你不知道他心裡又有一些什麼想投了 對再二十七回好不好 二十七來四百二十六頁到四百二十七頁之間 好那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 四百二十六頁的倒數第五行 那探春呢他就是要來這個借保玉的審美官 幫他呢這個大門不出二門不賣受限於女兒生的 這樣的一個困境 然後呢能夠呢找到一些規格之外的 具有這個倒數審美美食的這些小玩意兒 結果呢請看到數第五行 探春就說啊你解那個不而不俗 直而不卓者 這些東西你多多的替我帶了來 那請各位注意這八四真言 大概也可以成為探春的一個審美的一個原則 就是你要有樸 但是樸不能流於俗氣 所以你看這個人他也不是講究那一種 有外顯的爆發後世的金碧輝煌 要樸素但是呢要有內塔不能流於庸俗 然後直而不卓 那直很容易流於卓嘛 這個也是我們在人格上也可以常常看到的 所以你看探春的審美品味也就在於這裡 所以你們看你看他的這個臥房裡面 是不是放了很多的法鐵 有沒有注意到還記得喔 欸 法鐵那個法字又出現了 因為你看法鐵基本他就是讓你臨摹 他就是一種最高的 不管是審美的 或者是一些這個寫字上面驅度的標準 所以你會深刻的各處感覺到 探春他的所作所為 跟他房中所有的擺設物品的那些功能特性 大概都看得出來這個人真的就是恢弘 而不允許有任何私人的那一種陰暗 跟扭曲的一個人格形態 所以這當然造成了他對他母親的強烈衝突 不要忘記他的生母 甚至總是以趙家的血緣為本位 然後努力要爭取的 都是他們個人的利益 或私家的利益 結果引致於趙城跟賈府之間的緊張關係 可是對探春來講他認同的是賈府 然後而且他也不能夠忍受這一種 銀絲舞弊的這種做法 以至於他母親來講 當趙怡娘的血緣勒索 越是激烈 越是禁逼 也就越把他的親生女兒 推向宗法制度的懷疑去 也就是你催逼的越嚴格 那探春就越會傾斜到宗法制度的那一邊 因為只有用宗法制度才能夠非常合理的 杜絕他母親這樣的一個血緣勒索 所以我想這個是趙氏母子 他們之間我認為真正的 這個角力的關鍵是在這裡 那在這個過程中 他非得抬出宗法制度來不可 因為如果沒有這一點 所以中國文化裡面 大概沒有任何一個力量 可以超越血緣對不對 尤其儒家又很注重血緣 所以怎麼辦 當這個血緣會膨脹到這樣一個神聖 至高無上的地步的時候 而隨著這個血緣而來的 又是要把你拉扯往下沉淪的一種 小人沆瀉一氣的那一種 舞弊集團的時候 那你該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探春他是不得已的 而且每一次當他好像說出一種 不認這個血緣的這些話語的 當下的場景 請注意都是趙怡良過分愉悅 而想要把探春收編成為他們肇事集合的議員 成為一起銀絲舞弊的成員 等時候有沒有注意到 那些場合都是如此 所以各位請看一下 就在27回的這一段 那麼當這個之前 我們探春他報答寶玉 幫他在外面帶回來這些東西 所以他也就做了一些鞋子 來而且很精美 來給這個寶玉作為答謝禮 好結果呢請各位看一下喔 自打入企業第一行 那席人就說啊 哎呀這還罷了 因為賈政當然覺得幹嘛這樣虛耗人力嘛 那麼儒家也是這樣想的 那麼那但是呢 趙怡良有沒有發現趙怡良又知道了 好奇怪 看春送了一雙精美的鞋子給寶玉 他也知道 所以這個人真的是包打聽啊 然後呢什麼事情 各家的八卦場館 他通通都聊落指掌 好於是他就氣得抱怨的了不得 就說什麼話呢 正經兄弟 鞋叻叻叻叻叻的 沒人看得見 寶玉做這些東西 什麼叫正經兄弟 不要忘記 趙怡良的寶玉本位主義 他的正經兄弟指的是什麼 甲環 意思就是說你看甲環啦 鞋子都沒有那麼好 而且可能可能還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 還有很多這個壞掉的地方 那結果你做姊姊的沒看到 還做這些東西給 給外人 對他們來對他們趙家來講 這也不叫外人 所以你看看出聽了還沉下臉 他真的是非常的不高興 覺得你自己 你們家趙家 怎麼老是真的的自私 自立的在想問題 就是說我們可以來講 趙怡良的想法就是 你是我親生的 所以你的所有的好處 是要歸到我們趙家來 不然的話就叫做 肥水落入外人田 可是為什麼要這樣分內外 這個就是趙怡良 自己所樹立出來的一種敵對關係 跟分裂關係 但是這樣真的會導致 這個家族的很多問題 你不要忘記他的魔法作 所以是不是真的後果差一點 非常嚴重 所以這個人真的是一個麻煩人物 所以當然看在眼裡 非常清楚這個母親的本質 但是你們注意喔 他並沒有隨口去批評 他也謹守一個基本的分寸 要不是趙怡良 每次都太過得尊進尺 太過的愉悅那個人跟人之間 應有的奮起 漢村其實是不會發出 這麼樣表面上很刻薄的言論 所以各位你們看一下 所以漢村就很生氣啦 他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 怎麼我該是作協的人呢 那麼華爾難道沒有奮力的 什麼叫分令 就是有大家族就是公家會 分派給這些組織小姐 基本的一些該有的 就是衣室鞋旅這些基本配備 所以你該有的其實都會給你 那麼所以如果沒有 那也是整個家族調那個調度的問題 而這個不是探存個人該去負責的 所以他說難道他沒有人嗎 這個人就是死了沒有丫鬟 我最起步的丫鬟做的 所以一般的衣裳是衣裳 鞋襪是鞋襪 丫頭老婆衣屋子 怎麼抱怨這些話給誰聽呢 他說我不過就是閒著沒事 做一雙半雙 那愛給哪個哥哥兄弟 就是隨我的心 這個是他個人的私人愧陣 可是你們有注意到 趙麗娘就是看不慣 肥水又落到外人田 於是又拿出一個什麼樣的理由 來責怪康春 鄭榮金兄弟 是不是又是血緣本位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康春才很生氣嘛 你根本完全都混淆很多的範疇 你如果鞋襪不夠穿 你應該叫你的 底下的那些丫鬟 這個奴仆們去包辦 怎麼變成是我該幫你做呢 有沒有注意到 所以趙麗娘這個人就是糊塗到 完全不懂分寸 然後不知道什麼時候 該用什麼原則 然後完全混在一起 而混在一起呢 都很清楚有一個根本核心 就是我要得到好處 我不管這個好處應不應該 合不合理 只要給我好處就OK 你會發現這個人的 行為處事的原則就是這樣 所以看這怎麼會受得了呢 於是呢你看喔 那寶玉作用 寶玉是一個很適故的人喔 寶玉聽了就點頭笑到 你不知道 他心裡自然又有個想頭了 如何適故顯然寶玉也知道 趙姨娘心裡有什麼想通 對不對 什麼想通 就是趙家寫原本為主義的 肥水不落外人田 對不對 那一切就是用這個來做標準嘛 那當然所以大家都知道 這個趙姨娘的心思 可是可是我們說寶玉的事故在哪裡 他只是親近點到 可不可以多說 不可以這個是基本分寸 請注意 因為再怎麼樣 趙姨娘還是探村的生母 那這個叫做 說不見親親不見虛 這兩種用法都有 意思就是說再怎麼樣 他再怎麼樣的討厭 那他們畢竟關係都還是比你要來的深 所以你不能夠在當事人面前去批評 這個所以我們的保育是知道分寸喔 所以他只是點到很多說 那探村當然可以說 因為他是這個局中人喔 所以你看探村聽說就一發動了氣 他才說了連你也糊塗了 他那小頭自然是有的 不過是那英文筆見的見識 當然是英文筆見 他的話一點都沒有錯喔 只是不好講 可是呢因為他現在也被逼到很生氣了 所以就忍不住就送他心中的這種比氣喔 好啦 總法言之 他說他只管這麼想 我只管任得老爺太太兩個人 別人我一概不管 有沒有注意到 這幾句話也常常被斷章取義喔 用來證明探村是一個很勢力 很巴結 想飛上之後做瘋狂的人 但是我認為這樣的斷章取義是不公道的 事實上這裡他所說的 我只管任得老爺太太兩個人 其實就是用宗法制度 來杜絕趙怡娘的血緣勒索 懂的意思嗎 所以別人我不管 意思就是說你如果要我 尋私我必須給你很多好處 那很抱歉 我沒有我跟你沒有這種關係 懂啊 這個就是用宗法制度來抵制 來遁措這個血緣勒索的一個 非常合理的一個方法 好啦他下面說 就是姐妹兄弟跟前 誰和我好我就和誰好 什麼偏的說的我也不知道 好論理我不該說他 但特分會有不像的 有沒有理字又出來了 所以他對這個人 他其實是很有原則的一個人 而且知道這個原則 我們是用來保護自己的人格 提升自己的人格品質的 好那麼所以呢這兩件事情 我們放在一起來講 主要是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探存這個人 我們第一個好好的評價他 是必須把他放在他所在的 那個社會背景 以及他的積極特性 然後不要用我們現代人的觀念 斷章取義 更何況即便以我們現代人來講 一個一對父母他生了孩子 但是既沒照顧他也沒養育他 但是二三十年之後呢 確實上法院申告說 說我這個孩子遺棄我 所以要求法院執行 這個小孩要供養我的晚年 你們知道嗎 這類的例子 我在報紙上面已經看到好幾起 那麼這幾起的訴訟案 最後的結果 我認為是比較合理的 法官怎麼判你們知道嗎 判子女沒有供養的責任 為什麼 因為不是你生了你就一輩子 這個孩子就對你有義務 真正的義務是在哪裡呢 是你生了他之後 你是不是真心的照顧他 付出心力 教育他 然後你們之間在這一二十年當中呢 建立一起很親密的感情 真正的恩義是在這裡 而不是生 我們明南語不是也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嗎 有沒有生的放一邊 起一邊 然後呢養的大過天 這個才是對的 而在賈府這種人家 首先嬰兒生出來 你們知道其實就是給誰帶 其實是給奶母 那加上他們整個的禮法制度呢 就是以嫡母為他們所認同的正式的母親 本來事實上在法律上 王夫人就是看穿了真正的母親 這沒有話好講 所以在這種人家裡面呢 真正能夠讓有血緣關係的這種偏房的妾 跟他所生的兒女有親密的關係 大概只有一種方式 那就是那個母親真的很愛這個孩子 然後呢 於是他們在一些非正式的場合 彼此之間還有非常親密的 非常溫暖的互動 這麼一來 這個孩子才會在私底下 還是會有一種認同母親的那個傾向 懂嗎 但是在公開的 或者是正式的制度啊 各種儀劫 或者是場合 基本上還是以平衡為優先 所以我必須告訴你們一件事情 因為這一二十年來 明清的研究是一個學術的熱點 所以對明清的各方面的 文化的層面的這種學術的探索 也讓我們多看到一些 我們原先不知道的東西 你們知道嗎 在明清的很多的大知識分子 如今我們都數得出來的人 包括固研武 固研武總該聽過吧 你們知道嗎 很多學者開始去考察這些人物的傳記 他們的這個寫作的文獻 這些傳記文獻裡面有一個部分 就是對他們母親的懷念 包括牧志明有沒有 或者是你事後他成長之後呢 還是懷念母親 就寫了一篇跟母親有關係的這些文章 結果呢學者們的研究成果 告訴我們一個事實 他說啊 你只看那些他們跟母親有關的 這些文字的描述 包括牧志明 包括他們 都已經中老年之後 還在懷念母親的那些文章 情感之深 感念之強 根本都覺得如果沒有這位母親 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我 甚至我根本不會活在世上 要不是我的母親呢 我幼小的時候生很重的病 她就那樣子的冒著風寒 徹夜不眠 這樣子的捨身來餵我 我根本不可能長大 我根本不可能有今天的研究的成果 要不是有她的督導 她的什麼什麼之類 好 結果呢我要說的是考察結果 他們這樣身心感念 包括情感 包括恩義 包括全方位的這一種 崇拜跟如母之情的對象 你們知道是誰嗎 竟然都是嫡母 都不是他們的親生母親 好 那所以呢 這也證明了一件 嗯 什麼事情呢 告訴我們說 事實上母子關係 或者甚至是所謂的母性 這個問題 她還是在一個開放性的狀態 意思是說 我們都以為母親愛孩子是天性 所以我們是不是有所謂的母性對不對 好 我們就覺得 什麼虎毒不食子啦 什麼什麼之類 可是呢 經過這二三十年來到 包括女性主義者 包括一些生物科學 還有呢 各種研究 還包括我們剛剛所說的 明親的這些例子 其實他們都在挑戰一個 我們想當然而的問題 就是第一個 母親不是天生就對孩子有很深的感情 事實上呢 母親對孩子的愛還是在後天建構出來的 所以我舉一個我好朋友的例子 他跟我說他生了他的孩子的時候 就是說真的會覺得這個孩子 從他肚子裡面生出來 可是真的覺得好陌生 他會覺得很奇怪 雖然他在懷裡跟他這麼親密的共處了10個月 懷胎10月 但是呢 當他生出來之後 他看這個孩子其實當然也很愛 可是就是有一種陌生感 結果他說有一次呢 他因為小孩嬰兒抵抗力 如果是不是都要去打預防針 結果呢就是第一次去打預防針的時候 因為他們在美國啦 然後呢就那個護士呢就幫孩子打針 那打針會痛嘛 小孩子是不是就哇哇大哭對不對 那他們當然也很心疼啊 做父母的啊 孩子在哭 可是就是不知道該怎麼做 手足不錯 所以那個護士就罵他們 說你們在幹嘛 趕快抱他 他說喔對 可以趕快抱他 呵護他 哄他這樣 所以我的意思只是舉一個 這麼平凡的例子是在說明 也許有些感情是天生的 可是這個感情怎麼被加強 怎麼樣被實踐 被體現 而成為一種很具體的互動 而因此可以累積 那事實上是後天所產生的 甚至於 甚至於 即便是我們所謂的 母親愛孩子的那個感情 我們視為天性的那個感情 他其實也是後天建構出來的 那麼因為我們的文化 從你一出生 以及你周圍所有的人都告訴你 母親就是愛孩子的 所以你很自然的就學會這個觀念 你們懂嗎 所以當你生了孩子之後 你很自然就是我要愛他 所以這個是很簡單的說 但是這背後有很多的論證 所以我只是要告訴你們說 所以真正的良好的深刻的母子關係 他是必須要透過最主要是 母親這一方的努力 他不是天然就有的深情 更不是天然就知道 怎麼樣跟孩子建立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那尤其在古代這種社會 孩子一出生又有乳母可以養 又有一個敵母該認同 那更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 不是用一個血緣就可以來解決的 所以我們現代人對這個問題 如果不好好的多從幾個角度來認識 你大概就會用想當然而的常識的理解 就是哎呀你看這個探春 實在是不懂得孝順母親 這個是一個很素服 而且當然是一個錯誤的認識 所以我必須最後補充一句話 讓我非常吃驚的是在後40回 當然這不是曹雪芹的原作 我們基本上是這樣認知 可是那段情節真的是讓我背脊發涼 那段情節是說後來探春呢 他因為沒說之言 是不是也要嫁給一個海江繁王 大家還記得吧 就是那個風箏 鳳凰風箏的一個影域 結果呢 我們的趙怡娘有什麼反應 你們知道嗎 她竟然知道就聽說了探春要遠嫁了 她心裡面竟然在暗暗的期望 期望什麼呢 剛好那個時候發生 淫春不是被孫少祖所折磨的這個事件 然後很悲慘啊 然後呢 她於是在心裡面偷偷的期望 她說啊 叫這個探丫頭 也讓她喔 就是期望她 也受受那個淫丫頭那樣的苦 我也趁怨趁怨 聽得懂嗎 她竟然期望說我的這一個親生女兒 反正你平常讓我很不開心對不對 都不如我的意 我就祝福你到地獄去吧 就跟淫春一樣 她竟然是這樣的心願 那我想當然這一段情節 是不是曹雪芹的遠比 我們當然不知道 可是呢 我想如果從整個前80回 對趙怡娘人品的延續來說 事實上這樣的寫法雖然很極端 但是我一點都不意外 我覺得趙怡娘這個人 她根本不懂得愛 我覺得她不但不懂得愛 她甚至連人品都有很大的問題 你們認為她很愛甲環嗎 事實上那也不叫做愛 那完全還是把她當作 所謂的自己人一樣來經營 那真正的愛不是這樣子的 我想真正的愛有很多的問題 你們還是去看愛的藝術好了好不好 裡面告訴我們說 愛必須包含四個條件 當然要有照顧 對不對 因為孩子剛出生是那麼的幼小 你本來就有義務照顧他 然後你是不是要對他有責任 對不對 然後另外還有什麼呢 另外兩個更重要 那是我們東方文化很缺乏的東西 就是你必須要尊重和了解 那做到這個層次當然很難 但是我認為西方人他們意識到這一點 分析到這一點 也因此整個文化都在努力追求這一點 真的我非常的吃驚 這已經變成他們的基本概念 所以我曾經看過一個節目 很久很久以前 那很有意思 那個節目是這樣子的 就是讓現場來賓 針對我們製作單位所提供的幾個問題 大家來投票 然後來可以看出共同的意象 或者是文化的差異 結果那個題目是什麼呢 那個題目是說 假如你的兒子一心一意想要去當親道夫 好 那麼請在座的這些來賓們來投票 你們的態度會是什麼 那當然有三個選項讓你選 那其中我印象最深刻呢 一個就是竭力阻止他 好 這是一個選項 另外一個選項是尊重他等等 那我們就先用這兩個來說明好了 結果現場的來賓的那個投票非常有趣 你們知道嗎 會按竭力阻止的那一群人 你們有沒有注意到一定就是台灣人 就台灣的父母 就如果我的孩子要去當那個的話 可是呢現場來賓剛好有外商來參加 就是外國人來參加 結果呢他們會選的都是尊重他 好 那當然主持人就會問一下啦 那東方人我們都知道嘛 一定會說我為什麼竭力阻止 因為親道夫是不是地位又卑微對不對 那他將來可能會受到很多的傷害 然後呢不管是物質生活 或者是尊嚴各方面 我都捨不得他受這樣的苦 所以我當然趕快竭力阻止他 這都是我們很熟悉的一種模式 但是呢他們就請現場按不一樣的 答案的那個外商人員來說明 我就覺得讓我非常感動 他們就會說其實當然 他們會理解的 當然跟我們東方人的理解是一樣的 這個孩子將來會受到很多的考驗 可是他會說我雖然很心疼 但是我會尊重他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是我要讓他 我會先問他 你是不是真的瞭解 你為什麼要選親道夫這條路 你選這條路對你的意義在哪裡 要注意是對你的意義不是對我的意義 只要你能夠想清楚你為什麼這樣做 對你的價值跟意義在哪裡 那麼我會先尊重他懂意思嗎 然後呢注意喔 後面還有這才是讓我很感動的 他說所以當他即便是現在想得很清楚了 他願意這樣去做了 那麼可是我會在旁邊陪著他 等到他有一天 他發現他不想再這樣走下去的時候 我再來幫助他 這樣懂嗎 所以你看這才是成熟的父母 那是真正的愛 所以你看既了解是不是又尊重 當我們一個青年小孩說 我已經想清楚了 我就是要走這條路 他真的想清楚嗎 不一定啊 那因為人都有盲點嘛 那人都有隨著成長而不同的自我認識嘛 可是你不能夠說我都要通通想清楚 我才去做選擇嘛 那人生不同的階段 本來就是在他這個階段底下的自我認識 去進行自我的規劃 所以他就是階段性的了解他 尊重他 那也保留一個他將來會成長跟改變的空間 然後他再適時的提出援手 這樣了解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愛是一個很艱難的課題 他事實上是要有一個很成熟的人格 才有辦法真正有良好的愛的實踐 但是如果從這樣的一個標準來看待 我想不但趙姨娘遠遠做不到 我覺得她根本不懂得愛 那麼現在我們很多人 恐怕也都不懂得愛是什麼 那這個當然就是一個 我們真的要嚴肅去思考 也是我們人生應該要面對的一個課題 好 那所以就是從這個探春所 延伸出來的一些議題 我們時間已經實在是用掉太多了 就不再多說 當然最後我還是跟各位提醒 我很喜歡探春的原因就在於 他有權力的時候 絕不一步也不肯多走 請注意他不是不能多走而是不肯 不肯就表示是他自己的意志的抉擇 我不濫權 那麼有利者始於傷人 然後不愉悅奮濟 這個真的是一個高度的君子得操 才有辦法達到的 可是當他沒有權力的時候不要忘記 素日就是平和田淡 然後言語安靜 性情和順 你看這是他第55回 一般下人們對於探春平常的印象就是這樣 而這個平常印象當然是他在掌權之前 他給人的印象 所以這個人物真有意思就是用行捨藏 還記得嗎 用之則行 捨之則藏 那一個成熟的人真的可以坦然接受 現在既有的真實處境 不怨天尤人 也不過分語矩 那這當然是一個很高的人格境界 這個是我非常喜歡探春的原因 那當然他還有一個很精彩的表現 是在那個超檢大觀園那一段 但是我們不能再講下去了 不然我們永遠停在這裡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這個進度 繼續往前推 就是從這個屋設的室內擺設來看這個屋主的性格的 那麼接下來當然就是稻香村 那稻香村我想我們就不用多說了啦 好不好 我們允許他用很快的方式做一個概括 還記不記得第37回他曾經有說 我那地方大 所以他建議施設就在他的地方舉行 有沒有 那這個當然我們也提過了 這個地方大顯示他是蓄齒最大 蓄齒就是指年紀 那麼在年資上面他比別人多活幾歲 加上他是個長嫂 所以有各方面的倫理優勢 那加上他的月前跟年曆也最多 這些在在都可以呈現出 李丸他最主要的定位 那當然他的這個寡婦的身分 也使得他這個稻香村處處充滿了樸素 然後非常農村化的那個景觀 那至於他裡面的擺設 我們書中很少描述 所以也無從多說 不過我覺得可以提醒你們一點 就是請回答我一個問題 李丸的稻香村裡 有沒有口紅胭脂這一類的化妝品 從道理來推是不是應該是沒有 對不對 因為他是個寡婦 寡婦要守截 守截你就不能夠有太多外顯的 來凸顯自己的誘惑力的那一種行為 不然就會起人疑鬥 所以他沒有 而他確實也沒有 大概在第七十幾回的時候有提到 就是他的丫頭們就說 我們奶奶就少這些東西 就是沒有可以化妝的這些用品 所以確實有這樣的證據 所以我想他的污舍應該 也是滿平淡乏味的吧 毋庸多說 好 那下面我們再來看一下 那麼另外還有幾處小地方 以這個賈寶玉為中心來看的話 那麼請各位看一下 還有一個所在地 就是錫春的暖香物 我為什麼把錫春反而放在前面 他的姊姊迎春反而放在後面 是不是就按照那個超檢大觀園的順序 這是其中之一 那麼可是不只如此 我們會發現作者對於這個暖香物的描寫 比較多 首先我們都各位都還記得 整個大觀園裡的污舍 唯一正面朝南的 可以確認的是不是就是偶像線 對不對 那這個當然有原因 我們以後再說 另外他有兩個特色 一個就是他很溫暖 這個地方很溫暖好特別 在第五十回賈母就有提到說 哎呀你四妹妹那裡暖活 那四妹妹就是錫春 所以就跟眾人們一起從裡邊遊覽過去 就來到了錫春的臥房 那這邊就有講到那個面南的這一段 你看而且他的屋舍的名稱 是不是就有暖香這個詞 所以這裡是一個很溫暖的地方 另外還有你看當眾人打起 這個新鴻沾簾的時候 也就覺得以一股溫香 那麼撲面而來 所以那裡面又溫暖又芳香 這沒有問題 那第五十八回又有提到說 這個錫春房屋比較狹小 那所以這大約就是暖香物的 幾個重要特色 可是裡面他的擺設 有沒有什麼比較明確的這個器物 可以來展現這個屋主的性格的呢 完全沒有看到任何描述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銀春跟錫春跟的是一個 感覺上真的是比較是陪憎性的人物 雖然其實不完全是 好啦 所以我們必須多做說明的就是 有關潮男 溫暖 狹小這些特性 到底跟錫春的人格特質的關聯在哪裡 我想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等那個人物論的時候再說 因為我急著要把這個進度趕完 好 那我覺得這個狹小 我先說好了啦 簡單的一點就是錫春年齡很小 他根本還是一個小孩子 小孩子胸襟是不可能開闊的 因為這跟他的歷練 跟他的人格成熟度 跟他的心理素質是息息相關 那我請你們注意一件事情 這事實上也是錫春悲劇來源的 一個重要關鍵因素 那就是他一直到70 一直到70幾回 包括74 包括76 當作者以及書中其他相關的角色們 提到了錫春的時候 常常都會觸及到一個錫春的這個 不能說是他人格特質 是指他的生理特質就是他年紀小 他非常小 一直到70幾回的時候 大家提到錫春的時候 還說他年紀小 如何如何 而且各位你們不要忘記 他一出場就是用年紀小來交代他的 這段很精彩 我想順便請你們看一下好了 這第三回 當林黛玉來到這個榮國府的時候 那當然要跟重要的成員彼此相見 這也是一個禮儀上面的必須 就在第三回的46頁來請各位看一下 那第二行 不一時只見三個奶媽媽並五六個丫鬟 你看奶媽都還跟在身邊的 然後就簇擁著三個姐妹來了 第一個 肌膚微風 合中身材 篩妮心力 筆逆而知 溫柔沉默 觀之可親 這個人當然是盈春 好 盈春是沒有個性 沒有個性就是他的個性 所以這個人的觀之可親 我必須很殘忍的說 這次講得好聽一點 他真正的性格是讓人觀之可親 是誰都可以侵犯他的一個人 所以他太軟弱 所以連自我的尊嚴 自我的權益都不會互衛的一個人 然後第二個就是削尖細腰 長挑身材 額旦臉面 俊眼修眉 顧盼神非 文采精華 見之旺俗 有沒有 這個就是探春 果然你看一出場是不是就非常有個性 而且讓人家覺得一目一見之下一注目之下 就覺得這個讓人印象深刻 這神采飛揚的一個人 然後可是請看第三個 聲量未足形容喪小 好奇怪 連具體的一個外貌特徵都沒有描寫 那就表示 表示什麼呢 當然不是表示他沒有個性啊 因為連迎春沒有個性都可以寫的 寫出一個樣子出來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錫春他在告訴我們 他真的還是一個小孩子 小到來不及來塑造或是產生個人的人格特質 懂嗎 他還小到像小嬰兒那樣子 大概恐怕這個時候大概沒有三四歲 四五歲 所以這個時候還沒有什麼個性可言 沒有什麼personality 所以呢作者就沒有 無法去描述他可以讓人掌握到的一些特徵 那但是最有趣的是什麼呢 這個現象一直一以萬之道七十幾回 可是那個時候他的個性稍微出來了 但是那個個性的連結卻又是跟他年齡小 完全這個結合在一起 那為什麼會這樣 那我後來呢終於找到一個解釋 我們等到人物論的時候 要再跟各位說明一下 好 來請看那個最後一所巫社 就是紫霖州 就是迎春所在 請注意我乾脆用空泛模糊來帶過 沒辦法 因為作者對這個巫社的描寫呢 簡直比偶像蟹要少得多 完全沒有一筆去觸及到 只有在迎春都已經要嫁人了 就牽出去了 那已經第七十九回了 然後我們寶玉很難過 覺得那大官員要開始離散了 迎春呢已經帶來了第一個訊號 所以他非常難過 就到了那個紫霖州附近去徘徊趕山 然後呢只有這個時候 用了八個字來描寫紫霖州 就是宣窗寂寞 屏障 這個怎麼唸 修然 細然 總而言之 可是反正人牽走 任何一個巫社不都是宣窗寂寞嗎 所以這種描寫等於沒有描寫 這麼空泛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簡單說就是在說明迎春沒有個性 所以你看不出來有什麼很明確 作為他個人標誌的那些物品的擺設啦 總而言之 所以簡單說透過這個巫社的內部擺設 跟這些物品的這個安排 請注意我們還是要藉那個 諾西方學者的一段話 就是說其實不只是巫社的格局 巫社的所在 巫社的各種建築 即便這些空間中的所有的物品 它的總和也都已經決定出一種環境的特性 而這就是任何一個場所的本質 所以一般而言 任何一個場所都會具有一種特性 或者是一種氣氛 而這個也會跟他所擁有的各項物 整個的整體所煥發出來的 就會息息相關 所以我們把這個探村巫社的 這個擺設說的最多 就是因為作者對他的這些物品 透過這些物品傳達最多的訊息 而我也覺得在紅樓夢的這些金釵門當中 我們一路讀下來七個大觀園中的巫社 好像也只有探村是寫得最詳盡 有沒有 那麼物像也最多 那麼也最鮮明 那比起橫屋苑甚至蕭香館 探村事實上都重要得多 何況我們漏掉講了一個東西 請給我一分鐘 我在考察這些大觀園的巫社的 這些構設的同時只有在秋爽災發現 只有這個地方擁有一個很獨立的建築物 那個就叫做小翠堂 我們的講義上有 那麼我要提醒你們 這個小翠堂是做什麼用呢 他出現在第40回 那麼你們注意一下 在第40回劉姥姥逛大觀園的過程當中 就有提到說眾人都到小翠堂去 然後在那邊這個佈置桌案 眾人就在那邊飲食 然後這個互相談話取笑 所以似乎只有秋爽災有這麼一個獨立的 而可以用來作為人跟人之間交際互動的 公共用途的所在地 但是這樣的功能的一個建築物 在宜弘院沒看到 蕭香館也沒有 然後橫屋院當然也不見蹤 作者只有在秋爽災提到這麼一個小翠堂 所以我的解釋是說 你可以發現貪春這個人 真的是公私可以平衡的 他既不像林大昱那麼孤僻 只活在個人的世界 那也不至於像薛寶釵 他根本上就是奉獻給大我 把自我都定位在倫理中的相對位置 然後去扮演合適的身分角色 那探春不是他既可以自我 但是又可以社會 然後所以公私均衡 所以你看只有在他的屋舍的範圍裡面 有這麼一個可以作為公共用途的地方 可是他又可以有一個 這個拔布床的那個私人空間可以運用 那我覺得對我來說 我們簡單的做一個總結 這些屋舍的零零種種 他們彼此的差異 對我個人來說 我還是覺得探春應該是最均衡 而且可以說是最吸引人的一個角色 跟我們一般《紅樓夢》的讀者 或者是包拆或者是揚帶 我想是非常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們都可以對《紅樓夢》 有更多不同的思考 那這個是我提供另外一個切入點 那大家都可以參考看看 那我們下一次就要進入到下一個小單元 也就是動物、植物這些等等的設計 那這個就可以講得很快了 請相信我